工成名就而能饮水思源 人员会的成立 让原本身处金字塔顶端的企业家们 有机会俯身往下看 得见世界的另一种面貌 苦难的灾营也给了他们一个机会 让此生的荣华富贵 展现出爱的光辉 取自己社会 用自己社会 企业也是一样 特别是我们企业 用更多社会的职业 大地的职业 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应该要回馈 回馈社会 回馈大地 这是事物讲的 这不只是使命还是本分使 2009年1月1日 正研法师行脚至台北官部 慈济志工黄华德带了一份承诺书 由五位企业家志工 集资成立的大爱感恩科技公司 将无偿负责统筹各方资源 研发各项赈灾物品 公司盈余则全数捐出 作为慈济四大制业基金 自身感受到上人悲天敏人 对地球生态只见浩极的忧心 时时刻刻苦口婆心的 因应世人少欲知足 其能以良善指恶 贿入更大的清流 也体会到上人远利大家 发挥良知良能 为人群 为地球兼奋无私的力量 正式创立大爱感恩科技 五份有限公司 并只等今日特别立书 承诺大爱感恩科技公司 永远完全属于上人 以及慈济所有 随时听后此事 进行五全音传 正研法师也已筹建 花莲慈济医院的历程 鼓励弟子自诩为绝景人 让无私奉献的智慧大爱 永续千秋百世 在我要盖医院之前 陈教授他所提起的 法师傅身体已经安 身体都不太好 你又去病院 你甘不去 我曾经就说过 要往上建立一个大水池 不如往下挖个池 那当时我已经四十几岁了 但是我就说 佛陀爷只不过八十岁 所以假如我截掉了三十年的寿命 我也愿意用五年的时间 把医院盖起来 那就是往下挖几个军事 让他出转 他就可以用不转 所以我愿意 人生的寿命 有形的总是有限 无形的才是无量 虽然就是这样的发言 但是金贵这么多年了 不是五年 比他起后就没起 不是哦 那你看就是 就是这样的 就是源源不去 那当然我们这个更有意义 这就是把这个大地的资源 我们能不断地在回收在地 物资不绝 但是在社会所谓英雄的东西 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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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这都是在于我们未来 对地球对人类的负献 所以这就是智慧 智慧也同时也要带动 这种爱的在人群层 因为这东西收来 你们大家都是无所谓的负存 那有淫于我们都是用在为人事前 所以不是属于哪一个人所拥有 所以这都是无私大爱 所以是共同的感恩 所以大爱感恩 是情色合到我们大家 大爱就是造福 感恩就是智慧 那希望各位都是造福跟智慧 来共成这样的一个好事 二十一世纪 智慧是改变世界的力量 企业家们将资源做了最有效的运用 也为社会立下良好的典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